没有的话照原案通过 敲锤通过苗栗县议会 国民党团17号提出临时动议 见请县府与县内施打 经国际认证之新冠疫苗一案 全是为了国产疫苗而来 苗栗县议会通过不信任案 时间点就在高端疫苗 预约截止前一天 因为接到还很多的乡亲陈群 他们也在抗议是说 他们不希望当作白老鼠 立方议会对国产疫苗 进行不信任投票案 是全台第一例 那这些人都已经打了疫苗 现在高端好不容易能够开放到 让国内的年轻人 也能够施打疫苗 他们却要跳出来反对 那我今天就收到 非常多的年轻人 跟我表达这个样子的愤怒 觉得想打就是打 那不想打就是 自己也可以选择说打这样 高端疫苗预约 从16号起开放预约 两天时间吸引41万9千人预约 将在23号到29号进行施打 蓝营在苗栗抛出不信任案 也遭批根本是假议题 我们做出了这个决议 那也苗栗县政府并不会去配合 这个相关的这个决议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假议题 这个是一个疫苗的接种 这是全国统一之事项 要根据中央的规定办理 国民导提案打击国产疫苗士气 但是不信任案被反酸通过意义不大 但为界好奇是相亲意见 还是烂淫观点 三连新闻蔡文宴许贵美 要你什么